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 吃乌鱼子的季节到了 彰化区渔会今天举办台湾十大优质乌鱼子竞赛 彰化区比赛共有20户养殖户参加 评价分为5到7两以及7两以上两种规格 评审们省视乌鱼子的透光度、清状、饱满度 并试吃确认口感 发现彰化地区养殖晒制技术高超 参赛者的乌鱼子品质都相当高档 堪声是一级棒 今天主办单位聘请餐饮相关科系学校 厨师工会及鹿港统一度假村 牧生餐厅等专业主厨担任评审 统一度假村主厨蔡君为说 乌鱼子最重要的是要整片都呈现清透 没有写丝杂质 乌鱼子最好吃的方式是以高粱酒稍微烤过后切片 最能吃出乌鱼子先甜原味 彰化区与汇总干事陈朱赞表示 彰化县晒乌鱼子的历史高达百年之久 但近年来成本不断增加 内外销环境不利 造成养殖户数逐年下降 不过他也说 彰化县的养殖户所晒制出来的乌鱼子品质之高 是每次参加全国性的大比赛 几乎都会名列前茅 除了养殖技术好 晒制技术更是关键 先甜香Q又滑顺 而且没有鱼腥味 是年节送礼最好的选择